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这样子如果没问题的话 我们今天就继续看 今天的东西大部分是概念性的问题 那你们原则上应该也学过了一些 今天讲的继续就是所谓的递回 递回其实这个东西不止上一次讲的 就是说我们某种程度当初讲的数学归纳法 其实都是说有n推n加1推n加2 那这个概念我们在这边统瓜来讲 就叫做所谓的递回 那其实这个递回等一下后面我们看到 你写程式也会用到 那最简单的我们先来看一下 几个常看到的递回的一个形式 那首先这一个 an等于一个函数 其实就是数列嘛 因为n我们所谓的数列 就是n是整数 n是整数 好 那我要把这个函数定出来 其实有一种方式定义 就是说我给这个其实点 其实的最前面那一个数列的 这个首相 f0 我把它的值跟你讲 接着后面的相式的话 其实就跟你说这个fn呢 an 就是你们知道的an 其实可以用前面的可能an-1 an-2或an-3 把它凑出来 那这种就称为所谓的递回 递回定义 好那这个来看 an等于2的n次方 an等于2的n次方 那么这个是你们知道的 这个是等比集数嘛 那我其实可以不用给你这个式子 要同样的答案 其实我可以跟你讲说 a0是等于1 那an呢实际上是它前一项的2倍 那这两个合起来 其实跟给 直接给这个式子是同样的一个答案 那这一个通常很多问题 等一下我可以给你看我最近在算的东西 这个实际上在很多情况底下 会比较直觉 可以得到这种表示式 那我们会 其实往后要问你说 如果你有这个式子 那你如何把它还原成这种形式 那这后面会讲的 那现在我们就跟你讲说 有些数列或函数可以这样子定 那我们看几个例子 那这个例子就是说 我这个fn加1的话 是它前一项的2倍加3 那它的起始项 首项f0是3的话 那我要算f1 其实你就在这边 你要f1 那起始是n取多少 取0嘛 所以f1实际上是2的f0加3 所以你就把这个2的f0 前一项加3 算一下就是9 那f2呢 它的前一项 f1 两倍的f1加3 所以算出来 那这个f1前面算出来是9 带进去是21 那f3实际上是2倍的f2加3 那依此类推 你就可以把所有的数列算出来了 那这个基本上你首先要会带 那利用这个我们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 这个階层 接成 接成 函数的话 是让n階层 基本上也可以这样子定 fn是等于1 那你如果稍微把它分解 這個n階层实际上是n乘上n-1階层嘛 所以它的递回式子可以这样子写 fn等于n乘fn-1 那你一个一个带就是这样子 那这边再讲一下 你如果要把这些数字算出来 那不要忘记一定要有这个首相 如果首相不一样的话 假设说我故意跟你说 这个这边放5好了 f045 那基本上后面的答案全部会不一样 虽然你这个叫做递回式子 递回式子如果一样 但是如果首相不一样的话 后面的答案可能全部完全长相不一样 要特别注意一下 特别注意这件事情 所以这个跟我们做数学归纳法也是一样的 它会有一个起始条件 跟递回的条件放给你 那这个数列才可以唯一决定 否则数列可能有各种形式会产生 那这是另外一个 负并尼西数列 它说它的这一项等于前两项相加 那记得这个跟我们贴邮票那件事情是一样的 一个项是如果跟前面几项有关系的话 那你的起始条件 是不是要给两项 以这个来讲 这一项等于前两项相加 所以你的起始条件必须要有两个 所以负并尼西数列的话 它的首相是F0等于0 F1等于1 那F2呢就是前两项 就是F0加F1等于2 那F3呢就是F1加F2 那这个1这边算出来 F1是这边的1 F2 不 F1是这边1嘛 那F2是这边1 那1加1等于2 那这样子推下来 所以这边是跟你讲说 如果你这个地回式值跟前两项有关系的话 那你前面起始条件 记得一定要给足 有时候不止只有一项 好 那利用这个东西 那我们可以证明说 这个负并尼西数列Fn 它的大小不会超过2的n次方 因为你不知道这个数列到底是多少嘛 所以我们会试着先去估计 这个数列不会大过多少 或不会小过多少 那这边的这一个范例就是说 这负并尼西数列Fn Dn项 那绝对不会超过2的n次方 至少有一个资讯比没有好嘛 那你要证明 基本上很多这种地回式值 基本上它的本质跟数学归纳法是一样的 所以它的证明大部分都是用数学归纳法 所以我们一样 它因为给我们了两个起始条件 两个起始条件 所以你就 这个你的basic step 一样证明这两件事情 n等于0的时候 F0等于0嘛 这是本来就给你的 那你代代看这边 右四是2的0次方 这边等于确实这个不等四成立 没错嘛 那这个右边F1 根据之前的定义 F1是等于1 那这边2的1次方 它的右四2的1次方是等于2 确实1也是小于2 所以其实条件没有问题 那你要用数学归纳法 那因为它这个式子跟前两项有关系 那我们就必须用所谓的强数学归纳法 或第二个数学归纳法的那个引力 那用强数学归纳法 也就是说如果所有的 当你要考虑n的时候 你先考虑一下 比n小的 这些数字 比n小的 当然这边就不包含n 那它要证明n 所以就是说 假设比n小 这个fk都会小于2k 那fn呢 根据 这个是n-1跟n-2 这两项相加 那n-2落在这个范围 n-1也是落在这个范围 所以 利用这个 前面的假设 这个会小于2的n-1次方 会小于2的n-2次方 那稍微动一下手脚 不等是 这个一样的照抄 然后你把这个2的n-2次方 把它变成2的n-1次方 这个是变大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放 这一个 那这两个一相加 两倍 所以就等于2的n次方 那 这边是我们的fn 这边是我们的2的n次方 就证明 结束 记得 1 2 3 写一下 标准顺序 那这边两个 这样让你们再去 试着 再写的更漂亮一点点 同样的负比尼西数列 你能不能用同样的技巧 去证明 你n大于等于3的时候 n大于等于3的时候 这一个负比尼西数列的dn相 会大于这个α的n-2次方 那这个α是2的2分之1加更好5 那一样 这个你要证明的是 从n大于等于3 开始 所以你的数学归纳法 必须 其实条件要写第几项 第三跟第四 对 因为它只要管你3跟4 所以你把3、4算出来 看看符不符合这个条件 那接着第5、第6、第7 后面的 就跟刚才类似 只是说 重点是 你要 自己去凑 这个不等式 你要跟人家说服 为什么 这个带进去 那个带进去 然后算出来是这个样子 这个是你自己要去试试看的 第一个 那第二个就是跟你讲说 这个所谓的辗转相处法 我们那个辗转相处法 其实跟你讲那一个公式 其实都是可以算的 就是说 就电脑来讲 它所谓的可以算 就是说你那个辗转相处的个数 其实是可以控制住 比如说你 假设啦 我们上一次不是说 叫你算RSA 跟你讲说那可能 那个数字的位数 可能会100个位数 或200个位数 对不对 二进位的话 可能100位数 200位数 那如果你这个GCD 辗转相处法 那个要算的次数 要除1000万次或2000万次 才能除得完 那你问题就大了 因为你要常常去算 那一个计算的话 那计算要花上你一天两天的时间 那基本上表示说 这个辗转相处法是没有实用性的 是没有实用性的 所以 这一个定理 就是说 可以跟你讲说 这个辗转相处法 那个处法的次数 辗转相处的次数 其实 蛮合理的 不会太夸张这样子 那这边的数字是说 如果这个AB是 两个数字要做辗转相处 那我们就以实经位来看 假设这个实经位 假设它是1万 好了 各10百千万 1万是5个位数嘛 那假设是5个位数的数字 那你要去做辗转相处法 那5个位数 它跟你讲说 你这个做辗转相处法的次数 不会超过你位数的5倍 也就是说它保证你 即使你是1万多 2万多 3万多 4万多都没关系 你在做辗转相处 那处法不会超过25次 不会超过25次 那你们试试看这一题好不好 那记得辗转相处法 其实要处2次 那这个其实要处2次 是因为你变成说一个 除数 除过去 它第一个会变成余数嘛 那再 不是 除数 除一次之后 它会变成被除数 被除数再除一次才会变余数嘛 那这 考虑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可能要考虑两步骤 去观察那个规则 再来讲这件事情 那这留给你们 这有点挑战 但是 我其实 因为 我们以前 都把这个当作是简单的事情 我是念纯数的 那这个所谓的线性带 这个离散 这根本没有这门课 这个都是雕虫小技 那应该生下来就会了 所以这个题目 这个题目 其实我大学的时候没有念大 因为我没念过离散数学 那但是这个是 我在什么时候念大 我在念研究所的时候 研究所的时候 在那个密码学 密码学 密码学 因为你念到后面 你知道二年级三年级 我们学这些东西 就是要去估算 你的程式写的快 或写的慢 那就要去算这些东西 那这是我密码学里面 一样研究所的课 课本里面的一个习题 那其实就是用到你们 现在学的东西而已 好啦 你们试试看啦 有问题再说 好 那这一个 就是说我们除了 这样子去做的话 其实我们不一定数列 我们也可以定义 把这个方法 就是说所谓的地回 通常就是说一个比较大的东西 如果不好讲 我就把它拆成小项来说 那这个题目是这样子 他说 我们就直接看题目啦 他说我要定义一个集合S 那有时候这种定义的方法 题目你没办法直接看出来说 它的规律是什么 但是那题目跟你讲的是 有一些简单的Rule 这样子 那你可以把这个写下 以这个来讲 他说这个集合 我没有跟你讲集合是什么 但是我跟你讲说 它集合里面有一个数字是3 有一个数字是3 然后呢 集合里面的两个数字 如果xy是集合里面的东西 我把它两个相加 它还会在这个集合里面 那问你说这个集合S 有哪些 那你就是 这个起始某种程度就是recursive 递回的定义 有一个起始条件 3是集合里面的东西 那你根据这个操作 可以把两个再伸出第三个 或者三个伸出第四个 那一直用这样的方法去做的话 你就可以产生这个S里面所有的东西 那以这个来讲 你们其实试试看 我们就试着列 第一个它说3属于S 这是起始条件 那它的递回关系是说 对所有的X跟Y 那我的X加Y也要属于S 这是一件永远为真的乘数 那我们用这两个条件下去work 去做计算 那问你说 你可以伸出哪些其他的数字 就是说S里面的元素 那第一件事情不要被自己的想法绑死了 它虽然说X跟Y 你看这边是不是要有两个数字 对不对 要有X跟Y 那有两个相加 才可以伸出第三个嘛 那你会发现说 这个它只给你一个 那你找不到第二个 那这个时候不要忘了 人家有跟你说X跟Y是不一样的吗 没有嘛 对不对 你可以把令 X等于3 Y也取3啊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 3加3等于6 所以这个集合里面就有6 通常你要小心这些细节 就是说它跟你讲的有时候不是那么清楚 但是也没有跟你绑那么死 虽然写作X跟Y 其实两个可能可以一样 好 那有了3加这个 OK啊 那接着你可以说 这个其实可以令X等于3 Y等于6 那你会发现说 这个3加6等于9 这个也是S里面的元素 那你一直这样子去加 后来最后你会发现 实际上 如果你可以归纳出来的话 其实X里面的元素 X里面的元素X 实际上是 3的倍数 那但是这个K 属于Z正 所以这个S实际上是这个集合 但是它可以把它写成这种形式 那这个某种程度也是递回 因为跟你讲了一个起始条件 那你如何利用已知的去算 新的东西出来 所以这个是一个集合上面的形式 那我们有各种不一样的 那这一个定义是 字串 那以前可能没有讲得那么清楚 我们这边今天就是透过利用这个机会 再把字串这件事情讲 那字串的话基本上 我们会有一个所谓的字母集 字母集 那这字母集一般用Sigma表示 那我们先用你们最记忆中 所谓的字母 可能是AB到Z 这是我们字母 那全部小写了 所以有26个这样子 那所谓的字串以前定义的所有字串的话 那我们第一个有所谓的Sigma0 长度为0的字串 其实就是说一个空字串 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 那这是一个集合 这集合里面的一个元素是 没有长度的字串 那Sigma1 就是说长度为1的字串 所成的集合 那这个包含了A 包含了B 这个字串 包含了C 这个字串 一直到多少 到Z 这个字串 那同样的我们可以定义 长度为2的字串 所成的集合叫Sigma2 那这个可能是AA AB 那一直到到到到 那还有VA 所以这个地方看得出来 字串的顺序 其实有关系哦 BB 那VC 那一直过去 所以这个 如果你要看集合的大小 这一个Sigma0次方 这个Sigma0 长度为0的字串 其实里面有一个元素 Sigma1 里面的 有几个元素 26个 那这个呢 Sigma2 长度为2的字串 有几个 是26的平方 对不对 那一直下去 那么我们最后跟你讲说 有一个集合 这一个是所有字串所成的集合 那我们写作Union 那这是所有字串所成的集合 这是以前最直觉的定义 所有字串所成的集合 那长度可能是可以100 可以200 可以300 也可以很长 那也可以 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 就是空字串 那这是符号 我们所谓关于字串 在以后的用法里面 会有这个符号 那这个称为字母集 那同样的 字母集其实可以换的 这个以后你们去学 你们写程式 是不是他会跟你讲说 你这个变数 第一个可能只能用数字 不 第一个可能只能用字母 或者是什么 然后其他后面可以放什么 那你们要去定义这个变数 以后你们会学所谓的正规语言 那他到时候会用这些符号来跟你们讲 那字母集如果是这个 那它的字串就是这样子 那你如果字母集 其实可以是01 那它列出来的其实就是一个像 二进位的一串数字 不过它也可以从0开始 可以0开始 那这个是字串 所以字母集换掉 这个后面的东西 其实相对应的你们自己去思考一下 好 那今天要跟你讲的说 同样的这个东西我可以用递回方式 来把它定义出来 那这个集合 基本上一个符号 叫过sigma star 所有字串所成的集合 sigma star 好 那他说呢 这个sigma star的定义 我们用递回式 那最小的元素是什么 最短的字串 最短的字串是空集合 那这边为了方便 他就用一个 这个asron 表示就是说 那个空集 空字串 他避免这样子用 他说空字串是一个 里面的第一个元素 那 那我们这边 有一些操作可以用 那这个操作就是说 你如果烂打本来就是一个字串 那 x 是一个 里面的元素 字母集里面的元素 你把这个字串 后面再加上 这一个 一个字母 可以得到新的 一个字串 你有旧的字串 做了某一些动作之后 可以得到新的字串 那这个规定 就是我们生成所有字串的方式 比如说我们以这个来看 假设我们来看 它的意思是这样子 如果我有一个字串 假设说这个 我已经知道了 假设AB 这是一个字串 它是属于sigma star 那么 那么 x 是不是这个字母集里面的一个元素 对不对 那根据那个入 它是跟你讲说 这一个 A B x 这个字串 这个双引号是跟你讲字串的意思 A B x 这个字串 应该 也是我们这个字串集里面的一个元素 那它就跟你讲这个 好啦 那我就随便举一个例子 假设说我们一个 APPLE 这是不是一个 一个字串 APPLE 实际上是一个字串嘛 那你要说服我说 利用 这两个规则 你要证明 这个确实 是一个字串 你要重复利用它跟你讲的 那就好像你在算那个D回4 先算出F1 再算F2 再算F3 那这边也是一样 那你要利用那两个你知道的事情 首先第一件事情 我们知道什么 这个空字串 是不是属于这个Sigma 那你要怎么弄出这个 那第二件事情 我们知道说这个A 是不是属于这个Sigma 字母集里面的一个元素嘛 对不对 那我们这一个跟第一个这个条件 结合 跟第一个条件 那你可以得到说 这个A 这个字串 应该是 我们字母集里面 的一个元素嘛 那接着 你是不是可以再利用这个结果 我们知道说P 是不是一样是字母集里面的一个元素 那跟第二个这个结果 那你可以再推论这个AP 这个字串 应该也是我们的字串集里面的一个元素 那第四 那P一样 是里面的一个元素 那接着 你再跟3这个答案做结合 你知道说APP 后面混上这个P之后 还会是这个 所以你最后这几次之后 你就知道说 APP 这个字串 确实会在那个字 这一个字串集合 Sigma 里面 那这个是说 根据这个操作 你就可以跟我说服 你利用这两个乳 一直持续去套用的话 那你就可以得到某一个字 字串 是在这个字串集合里面 那么这两个定义 一个是说 从刚才讲的 我从长度来说 这个长度是多少的字串 会 怎样子 然后把它整个连集起来 是我的Sigma star 那基本上他就说 这个定义 假设我们这边用的叫做Sigma star 跟这个定义 请你们证明里面的东西是一模一样的 是一模一样的 那请你们试着去证明好不好 这我这边就不讲 那这个实际上是说 另外一个 这以后你们会很常用到 那稍微想一下 这跟你讲 考试考不到这个地方来 考试考不到这边地方来 那但是知道要这个概念 这种东西我们叫树 叫树 那这个树 基本上这个黑色的 这个叫节点 这个叫边 这边 那你看着这个 你以后也只能讲很抽象的说 树是什么什么什么 那这边我们就给你一个建构式的定义 用地回 那这种树呢 基本上一定要有一个起始条件 一个起始条件 那这个起始条件就是说 我只有一个节点 什么东西都没有 一个黑点 就是一棵树 一个黑点 是一棵树 那么接着底下跟你讲说 我要怎么从这个黑点 建构出各种形式的树 各种形式的树 那它的规则就是说 如果我有很多棵树 T1 T2 TN 这也是树 那我 假设 这是一棵树 T1 这是一棵树 T2 这是一棵树 TN 那每一棵树都会有一个树根 我们所谓的有根树 就是会有一个树根 那 我 多给你 一个 节点 这是新的树根 然后呢 把这个节点 跟你每一棵树里面的树根 连起来 这会是一棵树的树 那这个是我们所谓的 有根树的一个定义 最开始 最简单的就是一棵树 只有这个东西什么都没有 所以这是我们的起始 刚开始 那你要怎么做出各种变化 比如说 我们就以这个来看 如果 有 这是一棵树对不对 那我这个 现在考虑只有一棵树 这个是我的T1 它 这是它的树根 那么我要长出另外一棵树 怎么变 它根据这个定义 你放了一个新的树根上去 那把它连起来 这样子就是一棵新的树 新的有根树 那你也可以说 这个是一棵树 这也是一棵树 从这边来一棵树 一棵树 那两个上面 再摆一个新树根 这样这个也是一棵树 那你也可以说 这是不是一棵树 对不对 那这个也是一棵树 对不对 好 我们就直接利用这个 这个 这个也是一棵树 那我们把它放一个新的树根 把它连过去 连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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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又是一棵树 所以它的长相就会是这个样子 所以它的定义其实就很简单 有一个从一个结点的开始 那这个称为树根 因为只有一个结点 它就是树根 那这是有根树的第一棵有根树 那接着你可以把好几棵 凑在一起 那多了一个新的结点 把其他的凑起来 那这个是一个示意图 那不一定你是照着它的顺序 一层一层下来 那这个就是 这个 一棵树 把它摆这边 多了一个树根 把它连起来 那它是它过来的 它是它过来的 那摆了一个树根 连起来 那这一个 这一个 其实你也可以看说 这是一棵树 就是它 那摆了一个树根 串起来 那这个 一棵树 可能是它 然后串起来 这样子 那其实你也可以 就是说 这是两棵 那串起来也OK 所以长相 以后都会是这个样子 那这是所谓的 有根树 那它有一个特别的结点 最上面这一个 就是树根 这个是树根 那这个里面以后 名词这个叫它的指数 所以这一棵底下 这整棵树 是这一个树根的指数 那这一个 这个好像是我们族谱 那这一个是父亲 如果以他来讲 这是他的父亲 上面是他的父亲 这底下 这是他的小孩 这两个以后名词 因为他父亲一样 这两个就叫兄弟 这两个是兄弟 这样子 好 那这是一个 一个例子 那另外我们还有 一个东西叫做二元素 那一样 这个二元素跟有根素 稍微不太一样 那我们定义上 你看 它所谓的二元素的定义 首先起始条件不太一样 二元素它的起始条件 它说什么东西都没有 什么东西都没有 也是一棵二元素 所以基本上 你看这个定义 从定义上来看 有根素的话 它的第一颗有根素 是一个节点 但是二元素 我们很严格的 来要求的时候 它的定义是 第一颗二元素 是什么东西都没有 这是第一个差别 第一个差别 那么 再来的话 刚才 所谓的一般的这个有根素 你可以串好几个 你可以串好几个那个小数 把它串成一颗 但是二元素呢 这边你看 它只有两颗 T1跟T2 所以这个binary 就是每一个人 其实它的意思是说 我每一个人 最多 就会有两个小孩 最多会有两个小孩 所以是T1 T2 那么 我们T1 T2跟前面一样 我多放一个树根 把它两个连起来 那这一个 又是新的树 那我们来看一下 可能长相是什么 你看哦 第一个是什么东西都没有 这也是一颗树哦 这个是一颗二元素 所以很明显的 有时候如果 故意要考你这个定义 它会考你说 最小的二元素是什么 是空集合 这个要小心 好 那为什么可以生出这一个 因为 你一个空集合 既然是一颗树的话 那它这边放一个空集合 这边放一个空集合 那放一个树根 那因为空集合 这边没有树根 可以跟它相连嘛 所以就这个 所以第一个就生出这一颗树了 根据定义没有错嘛 那么 接着底下跟那个就差不多了 那只是说要注意一下 就是说我们在这边 二元素因为只有两个 所以它其实有顺序的关系 所以它这边画 这一个叫做 它一个人最多会有两个儿子 一个人最多会有两个儿子 那这一个叫做 左边的儿子 这个叫 右边的儿子 那如果底下是一棵树 比如说这边 这棵树根 对不对 这是左边的儿子 这边右边的儿子 那这整棵 整串 这个叫做左边的指数 左指数 这边是右边的数 叫右指数 那这边就是你们只要 知道这个名词就好了 后面还会再讲 OK 那这时候我们利用地回式的一些定义 其实可以定一些很奇怪的东西 你们以前可能没有接触到 但是这些抽象的写出来的东西 其实为了讲是讲这些 比较具体的一些形象 那这叫二元素 好那我们就再复习一下 二元素 你们稍微比较一下 二元素跟一般这个素的差别 第一个 这边 这是最小的素 那二元素最小的素是空击核 那再来 这个底下的小孩子 这个是随便你生 你要生十个 生二十个 都OK 那这边 基本上他没有考虑顺序的问题 因为 这个 他没有讲说这是第一个儿子 第二个儿子 第三个儿子 第四个儿子 所以基本上 如果在这个地方 他如果没有强调的话 一般我们是 假设它是没有顺序性的 好就是说你要这个 写左边写右边都没关系 就是说 你看画这条线 你画直的 也OK 画要画斜的也OK 画这边也OK 都是认为是同一个 但是 在二元素的时候 同样的 这两个图 这个是不一样的 这个是不一样的 这个是只生一个小孩 我直接假设 这个是大儿子 那这个呢 其实他当初生了两个小孩 可能一个夭折 这个是二儿子 那这个其实是不一样的 虽然都是一个小孩 但是这个是 他是左边 有儿子 这个是右边有儿子 那在这边 必须要画两个画开 所以 就这个定义上来看 如果是二元素 是从空集合开始 那他最多 两个儿子 最多 那你也可以没有儿子 以他来讲 他是没有儿子的 那左右有别 左右有别 这样子 那再介绍一些名词 那像这一个 有儿子的这种节点 有儿子的这种节点 这个叫内部节点 internal node 那这一个 没有儿子的节点 这叫做叶子 就好像树叶一样 这个好像树干 这个是树叶 所以这叫leaf node 或者是叫 有时候会叫做 external node 终端节点 那四之四 讲 递回演算法 那这个递回演算法的话 你可以把刚才那个概念 直接转换成写程式 直接写程式 那以这个来讲 假设 我们算a的n次方 a的n次方 你一种写法 就写一个for loop n等于1到多少 那每一次把乘一次a 乘一次a 对不对 那其实这件事情 只要这几行程式 就可以写出来了 因为a的n次方等于什么 a乘a的n-1次方 那那个a的n-1次方 其实自己呼叫自己 就可以算出答案 你如果相信 你的程式写对的话 那它的写法是这样子 你要算a的n次方 基本上 你把a 假设这个函数叫power 那你只要a乘上 a的n-1次方就好了 你相信它会算得出答案 这样子乘 那问题是说 我们既然递回式定义 我之前跟你讲 一定要有所谓的起始条件 所以你这样子 一直把它简化简化 简化到最后 一定要有停止的时候 所以这个一定会有一个 我们如果写程式的话 这个叫做中止条件 你把问题越小越小 小到最后 你算得出答案 那这个n等于1的话 就是算a的n次方 那这个大家知道 任何数的0次方一定是1嘛 这样子 那这个程式三行 就写完了 那像写这个 你就要稍微追踪一下 自己试试看 自己到底会不会 知不知道这里面到底写什么 那你必须要trace 这个韩式呼叫的过程 也就是说 你如果要算power 假设 你要说5的三次方好了 你呼叫这个函数 那他就进到里面去看 他会发现 如果n不等于0的话 确实n不等于0嘛 n现在等于3 那他要 他说答案就是叫你 回给你三成 这个东西 Return 5 乘 power 5的2次方 那这个时候 他其实不会马上给你答案 在程式的运作里面 他接着会把这些东西 丢到堆叠里面 先把它存起来 先去试着要去算这个答案 那接着这个 这个其他都冷冻起来 这乘法会先冷冻 然后去算这一个 那他进来这里面 又重新回到这个韩式起头 叫你算5的2次方 那一样 n还是等于 不等于0嘛 那这个时候 这一个部分 这个是他里面的 那但是这个时候 这个往下走 那他会说 这个5的2次方 实际上是5乘上power 5的1次方 那 那一样 接着 这个 把其他的东西冷冻 先去算这个东西 那 进到里面 他会说 这个n还是不等于0 他会算5的0次方 那这个时候 他进到5的0次方之后 发现说 这个答案是多少 这答案是多少 1 对不对 因为这边说 n等于0的时候 直接跟你讲答案是1 所以到这边 他就会回到这个过来 跟你讲说 这个部分的 我又少算了一个 又少算了一个 表示你们没有在上课 这个是5乘power 5的0次方 那 他跟我讲说 这个是1 那这个是1的时候 他就 因为这个return是 5 5乘这个power 5的0次方 那既然这个是1 他会5乘1 回到这边 那这一个 会被代换乘5 这个部分就是被代换乘5 那接着 刚才冷冻的 从冷冻库拿出来 5乘5 25 回到这边 这个答案是25 那这个再接着 再从冷冻库再拿出来 5乘这一个 那这一个是 1 1 1 这个答案就是1 25 那这个是所谓的 递回呼叫 通常他把大问题 切割成小问题 那 那这个时候 这个要放在堆叠里面 放在堆叠里面 放在堆叠里面 就是说 冷冻啦 所以堆叠就把它冷冻起来 然后去算小问题 然后再一直 一层一层 那最后能解的时候 再依序还回来 那基本上 在写程式的概念里面 你这个呼叫越多次 基本上这个是 会是你 花时间的 跟你所花的时间成正比 那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 如果这边写5的十次方 你去依此类推 如果是5的十次方 那这个递回呼叫 必须要呼叫几次 十次 那这个就是你的计算时间 一般我们会用这个来估算 你的计算时间 好 那这个 其实不是最好的 好 这其实不是最好的 因为 我们其 如果要减少计算时间的话 还有别的方法 好 那这个是 好 这个是跟刚才那个一样啦 只是说用mode 用mode 我们就是 这个看一下 应该没什么问题 只是说 它这一个公式 递回公式 基本上说 v的n次方是v乘v的n-1嘛 用这边来 用这边来 那只是说 因为要mode 所以不要忘记了 这个还要 除以mode 这样子 好啦 那这个跟刚才那个一样 那问题是这样子 这个其实不是很好的做法 我们其实如果在观察 假设说 这个n如果是偶数 n如果是偶数的时候 其实你可以把这个变成2k 偶数可以表示成2k 那其实你可以先算v的k次方 再把它平方 那一次 那一次 当初是说 递回一次减一次 递回一次减一次 递回一次减一次方嘛 那这个你递回一次 本来比如说是10 递回一次就剩下5 当然你那个速度 计算速度会变很快 那我们来试试看 跟着它这个来走 好不好 那这个mode 我们为了简单 这个mode不要看 mode不要看 我们不要看mode 那么如果照这样子写 你最后的执行结果是怎样子 好 假设我要算5的十次方 那么进到这个程式之后 第一个 它不是0 所以必须要往底下走 那它是2的倍数 十是2的倍数 所以是变成走这一条路 那么它跟你讲说 请你先去算 它这个会跟你说return 你其实要做一个代换 先去算 这一个power 5的5次方 那算出来之后把它平方 5的5次方 然后算出来答案平方 好 那这个时候呢 程式这边return就结束了 那接着 其实没有结束 因为这还没算出来 所以它会叫我们去把这个答案算出来 好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一样 先去算这个答案看多少 那进来这边不是它 那但是不能被二整除 所以它怎么办 利用这个Rule 5没办法处理嘛 它先把它变成是 5乘上 power 5的4次方 那return这个value 好 那一样 5的4次方 没办法做 没办法做 那这个时候你变成是 return 其实要算power 5的平方 再平方 对不对 那这一个 那这一个 变成是 return power 5的一次方 再平方 好 那这一个 再来一次 这个5的一次方 要怎么办 进到里面 它不能整除 所以会变成多少 变成power 5乘上power 5的0次方 对不对 没错 好 那这个时候 这个5的0次方 答案是多少 1 这个5的0次方答案是1 1乘5 所以这个变成5 5的平方是多少 所以这个答案是25 25在平方是多少 625 没错 所以这个答案是625 回来 那625再乘5 多少 125 3125 那再平方 回到这边就是你的答案了 所以在这个里面 你总共呼叫了几次 这个 1 2 3 4 5 6 比当初10次少了4次 应该11次啦 如果10应该是11次 对不对 那这个就是说你的效能的改变 我们只改变 这个地回的这个写法 那这是给你们大概看一下说 这个确实 写程式技巧 你如果经验多 稍微注意一下地回公式的写法 你要用这个地回 要用那个地回 那写出来的答案就不太一样 那这个是跟你说有笨的人这样子写 有笨的人这样子写 他平方不把它写成平方 他不写成平方 他把自己呼叫两次再沉在一起 那抱歉 你自己去追踪 最后的答案 复含式呼叫答案差不多 11次 你要 这个东西你应该要 重复使用 你为什么不把它写 因为你这样子写的时候 编译器 会让它走两条线 就是说如果你这样子写 你这个地方 这个复含式呼叫会变成这样子 你看起来是一样 但是电脑会算两次 这个会变成POWER 5的五次方乘上POWER 5的五次方 那这边走一条路 这边又走一条路 那刚才如果没记错的话 从这边开始算 这边总共 本来就要算五次嘛 这边要算 也是算五次 那问题更糟糕 这个再往下的时候 其实它还是会一直分支 所以不止五次 你如果写错了 反而会更难算 那这个是给你一个不好的例子 写程式 虽然你说知道可以用递回 但是你递回写不好 你只是说程式好看 但是执行速度不太好 有没有问题 OK齁 好啦 那这个也是一样 那那个 歐基里的演算法 可以写成递回形式 可以写成递回形式 你看喔 如果A 是0的话 就回B 那如果不是的话 你就把B拿来除A 继续递回下去 记得这个顺序要换 那你也根本不用再 弄另外一个变数 就是把它交换 不用弄一个变数 再来换来换去 除来除去 直接这样子写答案就出来了 那最最主要的记得 都一定要有这个其实 这个终止条件 否则你这地回韩式 一直变小变小 变到最后 你忘了让它停 它会继续笨笨的 一直算下去 程式永远停不了 程式会永远停不了 这个叫收停 我们很多事情 其实都 会试着把大问题 弄成小问题 那我第一个 我们常做 这个真的是 你们以后写演算法 第一件事情 还是学这个东西 叫做排序 就跟我们一样 每个期末 就要排那个成绩这样子 那排序的话 最原始的做法 你们应该大概有知道 先把最大的抓出来 那接着剩下来 再抓最大的那一个 那怎么抓最大的 就一个一个比 把最大的先记 目前最大的记起来 这样子 那这个方法 其实不是很好 以后你们会知道 说不是很好 那么 但是很好写程式 那另外有一个东西 叫merge sort 那所谓的merge sort 就是说 这个班上总共有 100个学生 那每次要找最大的 大概要看100次 那不太好 那我的做法就是说 这样子我不要一次 处理100个学生 我先把50个学生 5个学生分成两堆 我先把分两堆 然后呢 这50个学生 假设 我可以排好 那另外一堆50个学生 我能也能排好 那我试着再把这两个学生 把它合并在一起 就好像你们在排普克牌一样 那基本上如果 普克牌52张 你把它分一半分一半 那假设这一堆能排好 另外一半也能排好 那你如何把它合并 你就把最大的翻在上面嘛 这一堆已经排好了 最大的在上面 这一堆也排好了 最大的在上面 那你就看 这两堆里面最大的 应该就是最大的那一个嘛 对不对 那你就把它拿出来 这是我们最大的 那剩下来的 这一堆最大的 跟那一堆剩下来最大的 还是在比嘛 最大的再拿过来 那这一个 其实你如果这样子去做 这叫merge sort 那问题是 剩下那50个怎么办 你当初的假设说 100分成 两边50个50个 那这50个假设 排好之后 这50个假设排好之后 我再把它合并 那问题是 这个 你怎么去排那50个 50个还是很不好算啊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利用递回的想法 我相信 这50个可以排好 那50个怎么排 我再把50个切成一半 变25个25个 那我们举实例来看 我们很快把它看完 假设这边是 10 6 5 7 8 3 2 假设这样子 7个也没关系啦 那你要做这个排序的话 假设我们希望从小排到大 从大排到小啦 刚才都是从大排到小 那我们的做法是说 我先把它切一半 我试着去处理这一半 跟试着去处理这一半 那如果可以处理好 那我再把它合并 那接下来 一样 这个三个怎么办 我一样再来 同样的方法 我大概把它切一半 那这个10个 我先试着把它 切成一个跟两个 这两个看能不能排好 排好之后再合并 那这个一个没问题 一个人排序怎么做 直接拿出来就是他自己了嘛 对不对 那这两个 一样你就再把它切一半 把它切一半 剩下6跟5 那你6自己排一下是6 5跟自己排一下是 诶 取得没有很好 我能不能改一下数字 都没有做到事 这个是5 这个是6 那接着你相 这个时候你5是排好的 6是排好的 你把它合并 合并的时候你就看这两堆 里面谁比较大 6嘛 6比较大 所以6摆在前面 那拿掉之后它就没东西了 那剩下来第二大的是谁 5嘛 所以这两个就排好了 这两个排好了 那这个时候再跟它合并 这两个再合并 那10 这个上面最大的是10 这个上面最大的是多少 6 所以当然这两堆里面最大的是10 那接着这一堆空了 这一堆剩6跟5 那你其实只要 这个最大的是6 6拿到之后最大的是5 所以这你看三个就排好了 同样的这边怎么办 一样 四个不会排把它切一半 齐八一组 三二一组 那这个两个不会排再把它切一半 那这个一个一个 当然最大是7 这边一个最大是8嘛 对不对 那这时候把这两堆合并 这两个 两堆最大的是多少 8 先写下来就没了 接着剩下这个7 那这两个一样 我不会算把它切一半 这边是3 一个就会排了嘛 都很简单 那这个时候两个一比 3跟2谁比较大 3 这个谁比较大 2 那这个排好的 这个排好的两个合并 一样 这个时候你不用全部比 因为最大的都是在上面 8跟3谁大 8 那这拿掉7跟3谁大 7 那没有了3跟这个比3最大嘛 那3拿掉剩2 那这样子这边也排好了 对不对 那接着这两个再合并 那这两个10跟8谁大 后面都不用惯 因为这个都已经排好 10跟8谁大 10比较大 那接着 8跟6谁比较大 8 那这也没有了 6跟7谁比较大 7嘛 那6跟3谁比较大 6 那3跟5谁比较大 5 那剩3跟2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merge solve 那这个东西比那个selection solve的话 其实是效能好很多 好很多 好很多 那它程式写法就是用递回 递回 那程式是这样子 你看哦 我要做收听对不对 那等一下我要写一个复函式 这个把两个合并的这个动作 把两个合并的这个动作 叫做merge 所以第二个等一下另外处理 那但是呢它的基本操作就是说 你把这个数列分成一半 这一半先排序 那一半再排序 我相信这个排序做得完 所以 我把前面的这些数列 拿去排 前面一半拿去先排 后面一半拿去先排 排到了之后 如果排得出来 那我再把两个合并 那这个动作 必须一直做到什么时候 你这个 如果里面的个数 就是说这个里面的个数 超过2的时候 我不会算 问题太大了 那我都一直切切切 切到最后等于1的时候 等于1的时候 不会进这个回圈嘛 就一个数字直接回回去 这样子 那merge的写法 其实就是我刚才讲的 你稍微看一下 那其实它就是说 这个里面的话 这是你等一下要回去的答案 那你这边有a 排好的数列 b也是排好的数列 那这边有一个i j k 那i是说 我现在看到哪一个数 就是说哪一个已经处理到 我目前最大的 拿掉之后 剩下来最大的在什么地方 j是这边拿下来剩下的最大的在什么地方 那我就先比比看 比比看 那如果 a跟b有一个谁大谁小的话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把 它是从小排到大 如果ai比较小的时候 这个就是我要取的那一个数字 它是由小排到大 那如果不是的话 我就取b 那一叠的最小的那一个 那这个其实是其他的 就是说你如果有一叠 一堆如果是空的话 另外一堆其实就是照排 直接copy过来 那你们自己去看一下好不好 这是merge 那这一个排序 利用这两个程式 就可以写完了 好 那最后 这个 你们不要小看这一个 这个叫做所谓的 Ackman function 定义 你能不能 这个是一些起始条件 那假设说叫你算A22 你要怎么算 A22你要怎么算 那你回去一个一个带好不好 要像我写复含式那个样子 比如说他要叫你算A22 那这一个 他说m是前面的嘛 m等于0 这个不等于0嘛 所以你不能这样子带 那他说如果m大于1 ok n等于0 所以这个条件也不满足 这个条件也不满足 所以要用这个公式 递回式子 这一个 那你就把这个带过来 你要算A22的时候 他的答案其实等于是1 这m-1是1 然后再去算这个A 这个21 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先算后面这个21 算出来再带回来 所以你要先跑到里面去算这个21 那A21的话 这边可能答案是这样子 好啦 那看起来很简单 也许这个你算得出来 那麻烦你们回去再算A33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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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